12月7号也就是国际艾滋病日过后的第六天 在四川那个小村里面 很多村民聚在一起开了一场特殊会议 他们在会上写了一封联名信 并且按上手印 希望驱逐一个八岁的孩子出村 原因是这个孩子是一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羞辱和歧视是我们在应对艾滋病战役中最大的敌人 没有理由从正常的生活中排斥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无论成人还是儿童 但可悲的是 本周的报告显示 违反保密性原则 无知和恐惧 还是继续给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这段话来自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昨天在官方网站上发布的一则声明 而这则声明正是针对近期引发广泛关注的 四川艾滋病男孩遭驱离事件 这个男孩叫坤坤 今年八岁 三年前一次摔伤到医院就诊时 被查出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此后 他就与他所在村子里的所有人产生了一道无形的隔阂 今年12月7号晚上 一场由村干部和数十名村民集体召开的 关于坤坤去留问题的会议 更是让这个八岁男孩的未来充满了未知 当晚网络拍客李强也在这场会议的现场 他记录下了会议的全过程 在这场会议上村民们争相述说着他们对于一个八岁男孩的恐惧和担忧 当晚的会议只进行了短短30分钟左右 整个过程当中 坤坤都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最后在场的所有村民都在联名信上 以签字按手印的方式 同意让坤坤离开村子 在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 这封联名信上又陆陆续续收集到了203个红红的手印 这其中也包括坤坤的爷爷 天说到那个行动 这单说 我说 你这种病已经成了定久了 没法 哪怕不得及钱 只有我吃啥 你吃啥 我不亏你吃不亏你穿 我去这个态度 你回家 回家那里 这个东西是收药嘛 回家没有给我们的村子嘛 我们当夜头又把它 饲养就不好 他这个有目的目嘛 你往口也破 我们有六十八了 他也有病 我这个眼睛也不上去 那台青瓜眼 我看不到 我想让他了 一个八岁的男孩是如何成为艾滋病毒的携带者呢 坤坤的爷爷推测 坤坤的艾滋病可能是从他妈妈的母婴传播而来 坤坤虽然跟着爷爷姓罗 但爷孙俩并无血缘关系 2006年 坤坤的妈妈在怀上他三个月后认识了坤坤的爸爸 两人一起回到村里生下了坤坤 而坤坤这个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爸爸 其实也并非亲生 而是坤坤爷爷的养子 坤坤满月后 父亲外出打工 坤坤九个月的时候 妈妈也离开这里 从此要无音讯 所以究竟谁是坤坤的亲生父亲 至今不得而知 坤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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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贴着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标签 昆昆走在大街上 也常常被人远远的围观 更是无法被学校接纳 从村民们的反应不难看出 许多人其实对艾滋病并不了解 艾滋病的传染途径有三种 母婴 血液和性传播 在这三种情况都不会发生的情况下 昆昆其实并不会对周围人造成威胁 然而村民们却并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因为他们这个村庄里比较偏远 相对必塞 所以他对艾滋病相关的知识是不了解 产生一些恐惧的心理 另外一个的话呢 我觉得像现在科学技术发达了吧 对一些这个艾滋病像昆昆这样的感染者 他经过一个早期的治疗以后 他可能是不发病的 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些来讲 村民都是不太理解的 据新京报报道 昆昆的爷爷曾经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 希望能有机构接收抚养昆昆 但没能如愿 而参与这起事件报道的某网站记者承认 为了帮助老人家达成愿望 他们在言语上或许暗示过他爷爷写怜明信 虽然方式欠妥 但完全出于一片好心 希望昆昆能引起关注 事件曝光之后 昆昆的命运牵动了许多人的心 昆昆所在的村庄 一下来了近十家媒体 对于村民写怜明信的事 村长反复表示 他们不是驱赶困困 除了媒体 村民们盼望的慈善机构也终于出现 对于当地人来说 昆昆能被慈善机构接走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那么对于昆昆来说 这会是他未来的一个好的选择吗 应该这样说 就是我们国家应该对政府 应该保护这些感染者和病人不受歧视 是吧 这是由我们国家法律来保护的 那我觉得村委会在这个事情上 他应该积极的协助政府 做好宣传和教育工作 来打消村民的这种恐惧心理 但是在我们说 宣传教育和普及知识的这个过程 是有一个过程 人们接受也有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接受的过程中 如果说有一个慈善的机构 去愿意去接受他 去培养他学习 那我觉得为了更好的缓解 这个昆昆的这种心理和社会的压力 那么暂时的离开 那么我觉得也是未尝不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